我們來關注是桃園乖山分局的園警 在20號傍晚6點多 截獲到19勤務中心的通報 有輛黑色造車 他是在大街上面蛇行亂竄 巡邏園警有立刻是前往南查 但是民主要是走散男子拒絕攔檢 甚至他還猛踩油門 加速逃逸 沿途還掐撞到多台的路邊停放車輛 警方在攔檢過程當中 雙方爆發多次撞擊 也造成兩部警車 還有一部警用機車毀損 甚至有一名園警因此而受傷 停車 停車 黑色轎車猛踩油門 根本就不理警方攔停 幾分鐘前還直接撞倒警用機車 警用機車直接被撞翻 碾過園警全身多處擦挫傷 桃園歸山分局20號傍晚 接獲119通報 轄區內有輛黑色轎車在大街上 高速蛇行亂竄 巡邏園警到場攔查 駕駛不但聚檢 還猛踩油門加速逃逸 沿途連續衝撞多台停在路邊的轎車 警方立即增援警網 圍捕攔下黑色轎車後才發現駕駛全身的酒氣 衝天 離性駕駛被移送的時候疑似酒醉未醒 口中還不斷念念有詞 警方為了攔阻這名危險駕駛 撞壞了兩部警車 還有一部警用機車 遠景徵序後依公共危險罪及妨礙公務罪 將離性男子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謝祥林 台灣報導